把他们几个拉着 绕成一圈 他笑着将他又搂紧了些 亲了亲他的额头 只要你无碍 其他的 我都依你 他 的鸟鸟 抱着 可真是舒服 二人就这样相拥着 成绍商暖和得有些昏昏欲睡 抬眼去瞧他 有没有睡着 却见他目 光如巨地看着自己 他困得有点迷糊 往他怀中蹭了蹭 问他 阿正 你怎么还不睡 听话 你先睡 朦朦朦朦之间 仿佛耳边有人在说话 那人说 我怕一盒眼 这只是我大梦一 场 该怎么办 还好你没事 谢谢娘娘 将绍商又带回了我身边 成绍商一觉睡醒 又进了些汤水 整个人的精神 总算比之前好了些 或不宜瞧他面 色不再苍白 悬着的心 也终于归位 这才安心的 去外间用了些膳食 回来时 就见成 妇女隽都在 岳母抱着其中一个喊 少商抱着另一个 她眉眼温 柔 轻声轻气地哼着童谣 雪白的手指拍着奶娃娃的小屁股 她想 她身上的烟火气 是越来越浓了 光就这么瞧着他们 都觉得自己内心满满的 很暖 很知足 哟 孩子们 你们阿富来了 小元一见霍布衣上前 拾去地让开就近的座位 看着惊魂已定的女婿 默默一笑 你这个阿富 自己孩们还未瞧上眼吧 说 爸 将正嘟着小嘴的奶娃娃 放入霍布衣怀中 见她整个人僵着 显然是 不知如何抱孩子 于是 将她调整好怀抱孩子的姿势 然后 满意地点点头 承哨商见霍布衣抱着的孩子 挺直着背脊 浑身僵硬的模样 属实是没忍住 笑出了 生 想不到 沙场上的战神将军 居然会栽在自己儿子手里 霍布衣此刻有些手足无措 手指头试图动了动 碰到她脖子上的软肉 那奶娃娃睁 这一双大眼睛 朝她直勾勾地望着 霍布衣一惊 少商 她 她 她怎得这么 软 此话一出 在场的女眷都笑出了声 这心声啊 自然是又软又嫩的 不过 儿子 肖父 以后这两孩子 一定也是文涛武略 英勇不凡的 我倒觉得 他们神似少商 随他们阿母 就很好 承哨商看向霍布衣 这人还不知道 自己嘴甜了一回 此刻正专注地看着怀中的孩 大手轻轻地戳了戳奶乎乎的肉脸蛋 笑得一脸慈父母样 此剩 给他们取个名吧 那人也不抬头 继续玩弄着孩子的小手 霍家有本族谱 我阿父生前与我提起过 我却依稀还记得 若是他日 我长大成亲 有了孩 便单名一个寻字 一个冤字 那就听阿父的 或冤或寻 承哨商摸了摸他光洁的小脑袋 愉快地决定了 众人大喜 两个奶娃娃也似有所感 两个小手动了动 小嘴嘟了嘟 或不遗忘像成少伤 心中温暖 曾经 他总以为 自己会截然一身 什么何家姓 福 白手到老 终是痴心妄想 如今 妻儿再侧 想来 阿父阿母若泉下有之 也会 欣慰 霍家的血脉得以延续 而他们的好日子 才刚刚开始 霍州牧一家来西州安家 也已有越狱 这日晌午 日头有些紧 成少伤正带着双声 在后院秋千架下嬉戏 两个奶胖奶胖的小子 特别喜欢阿母做的秋千仪 虽还不 会说话 可嘴里咿咿咿咿的 肉肉的小手臂一挥一挥 引得周围的侍女 也跟着笑起 哎 本来 成少伤心情大好 心想着 带两个小肉团睡着了 便去厨房做些甜酿 带货布 一处理完公物 喝上两口 可谓极佳 却不想 有侍女来报 女君 那些女娘呢 哟 来了 成少伤文言吃惊地转过身 感慨西州这地方 当真比都城民风开放 有些头疼的腐 呃 我后悔了 那天为何要拦着紫胜 这包女娘 还真是不死心 连房文言 捂着嘴偷笑 主君之前就说 交由她处理 女君非不听 这西州民风 开放 一夫多妻实属正常 门外这些女娘 一天天来 也只为在主君面前 露露脸 呵 一夫多妻 想到那些谄媚的模样 就忍不住心中吃味 你们 将阿渊 阿 寻报回屋 连房 走 我们瞧瞧去 行至大门口 就见四五个打扮的 花枝招展的女娘 正守在门口窃窃私语 这霍州墓 长得实在是俊美 要长相有长相 要身板有身板 听说与她那夫人刚心 婚 就一举的难 实在是厉害 那女娘说完 自己都不好意思地捂了捂嘴 何止啊 战功也是了德 都城都称她是战神 短短几年 铁骑踏平了多少战乱之地 有她镇守 西州谁人敢来犯 还有还有 周墓大人 线下只有一名正妻 中原女子 娇娇滴滴 怎么伺候的好周 墓大人 承哨商听着 小拳头收紧 渐渐地撩起衣袖 娇娇滴滴是吧 刚想冲出去赶人 就被一双手拉住 回过头 见她阿兄正拽着她笑 维兄方才 替你算了一挂 出发西州时 少公听闻此处风水宝地 便一块铜行来 说 少公神神秘密一笑 然后压低声音到 挂像上说啊 这些女子 今日必备你那狼须 吓跑 承哨商眨了眨眼 觉得凭获不移的性情 此话可信 父又问 然后呢 挂像还说 你面色红润 乃桃花像 承哨商闻言 笑出了声 他都当阿母的人了 还桃花像 既然如此 阿兄 做妹妹 今天就帮帮你 祸不移归家时 就见那些阴阴厌厌 堵着自家府门 那些女娘身后 守着一脸焦急的城 少公 心中感觉隐隐不妙 静止越过那些嘈杂的女娘 问成少公 怎么了 少商呢 还不是这些女娘 在此处飞一塌 这会女扮男装 指不定又溜达去哪了 我看她呀 八成是醋了 如今闹着别扭 让你回府后 带好那两个胖小子 妹婿 啊 不好哄哦 少公有些同情的 拍了拍她的肩膀 或不一听完 也不恼 反而出乎意料地 轻轻一笑 倒是让少公 和身后的黑甲胃 心里一咯噔 分开那五年里 她摒弃了 原有的天真快乐 宣皇后的去世 更是让她一度崩溃 那段 十日 她不哭不闹 仿佛没有喜乐可言 如今 孝延重现 会吃醋 会闹别扭 仿佛 又 回到了从前的 成少商 她自然 内心欢喜 只不过 霍不宜转身 看向那几个音音 燕 燕 那些女娘 见霍周木朝 她们转身走来 心下狂喜 一个个整理好仪容 其中一个胆大的 更是先开了口 周木大人 我们姐妹欺慕你 你可怨纳了我们 霍不宜背着手 占定 面不改色 不愿意 这答案 属实让她们吃了一惊 哪有男人 不愿意 那妾的 可是 你那夫人 不同意 中原 女子又焦弱 又不大度 如何能服侍 好大人 霍不宜文言 挑了挑眉 这话 她属实是不爱听 难怪 少商闹 别扭 处在这里 实在爱 眼 她摆了摆手 同阿琪说道 即刻起 若还有女娘 赖在府门口 非议女军 就直接 卸了她们一条胳膊 拎回她们家中 让她们阿富 好声管教 说吧 长腿一脉 拎起 一旁看热闹的少公 朝着马车走去 那些女娘们一听 脸清一阵 绿一阵 周木大人 休要吓唬人 都说中原男子 怜香惜 欲 我们不会放弃的 少公文言 哈哈大笑 转过身 劝慰她们 我劝你们啊 还是早些归家 别再来了 你们大可以出去 打听打听 我这媚婿 可是凶民在外 霍周木什么都会 就是不会怜香惜日 话还未说完 已经被霍不仪 拽上了马车 跟他们费什么话 走 找少商去 主军上了马车 巡夫人去了 黑甲卫在府门口 站成一排 一个个凶神恶煞地望着那些 小女娘们 我给你看 你们有一个正中的 词